這隻手就在這個位置打,不能夠... 所以我的手,當我攻擊,我不會走從這裡到這裡,我只會走從這裡, 在這裡打,好,他的手怎樣才會打呢? 其實最好方法就是把他的手綁起來,這個就是最適切的 好,我們再舉個例子,譬如我們早下拍手,一拍手就在這裡打, 他就在這裡燒,都是走一條直線的, 所以他都會走向一條直線, 我們再用一條直線, 我們再用一條直線,這隻手在這裡,這隻是直接打,你這隻呢? 是直接燒的, 好,又舉一個例子,譬如我按著他,打的時候, 他的手呢? 近,近,立, 即是所有動作都是走一條直線, 所以很多技術是要走向一條直線, 譬如我做一個攻擊手,我手在這裡, 在這裡走一條很直線的, 他的手又是... 他防守又是要走一條很直線的, 我們要將兩點距離最短的原理,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做到, 在原有的位置去發揮兩點的距離, 最短的原理的時間呢? 再配合我們的腰馬, 配合腰馬的運用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當我們這樣拍手打掌, 和我們打掌的時候, 配合腰馬的時間, 那個速度和那個力量是大很多的, 正在拍手打掌的場面,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可以嗎? 你是不是... 不,不...我不是有一個問題?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有一個想法, 是那個... 抱歉,抱歉,抱歉 抱歉,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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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明白 明白,借助腰馬,第一,令到我們的手法… 另一個借助腰馬有甚麼好呢? 我舉個例給各位看 我這隻手打到牠的 這隻手就打到牠了 牠呢,都是一樣打到我 牠可以打到牠,牠可以打到牠 如果我們借助腰馬,牠未必能做到這個效果 我舉個例子,一拍的時候,牠會打到牠 所以,運用腰馬的時間,不單止加大了我們的手法的速度 還避開對方,另一個手要攻擊我們的頭 所以,我希望各位,我知道這裡,你們師傅教你們翻手的運用 已經運用得很好,即是翻打的運用 我們平時經常要練習的時間 我們要求自己用兩隻手去控制對方一隻手 令對方一隻手打我們不到 所以,你用兩隻手,你用兩隻手去控制對方 所以,你用兩隻手,你用兩隻手去控制對方 所以,你們能不能打到牠的時間 不用按這麼低 不用按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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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腳踏過來這裡 你用牠的手,就打到牠的拳 如果她的拳打我們這個部位 如果她的頭不帶我們打我們這裏 那時候我們運用腰馬 她一樣是運用腰馬的 在運用腰馬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將這個練習 大家經常用 這個我們認為是練習的 那個腰馬和那個手派為主 是一個練習的方法 另一個我們說是翻打的練習 當我們只要接觸到對方兩隻手 只要接觸對方兩隻手的時間 任何時間都要希望自己做到一個立手的運作 即是譬如這樣的時間 一擋一擋一擋 你必須要燒一擋一擋 這樣的時間要做到 跟著做得到一個所謂立手的運作 我們要練四個動作 第一個是立打 練習四個動作 第一是立打 立打 按打 一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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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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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就是木人樁第二下 第二次 拍 拍 你會飛到壁 好的 一擋一擋一擋 一擋一擋一擋 你會擋一擋 這樣 只要我們運用的腰馬運用得好 我們可以做到很多運 所以我們可以做很多技術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腰馬運用 來練習這個 那我想問一問各位 我剛才所說的這種手法 明白嗎 我所說的什麼 所以 你會想問 你明白 你所說的 這個技術 嗎 那我就希望各位 五種目所說的 四下手呢 有 有 立 立手發手 發手 發 立打 拍 這樣 把他拍 按打 發 拍 拍手 其實如果你熟了這四十雙手,你隨時可以在雌手裏面運動 如果你可以做這四十雙手,你會用雌手 對,對,對,對 用雌手 好,謝謝 大家可以練習嗎? 我想大家練習 大家可以練習 我是一位一個鞋獅,因為剛才我們是否認為 好,謝謝 讓他們練習 那我們也是 viceps 感谢观看